好啊,Go! OK,好,这个好,等一下 这个OK,OK,这样 好,大家好,我是综艺的Hannah Hepburn 然后,上该讲的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那Umbilled a must,为什么我会放这个主题呢? 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 我们都会无心中的戴上一个面具 去面对老板,去面对你的朋友 或者面对你的家人 但是在那个过程,其实那个是真正的你吗? 其实不是,那我希望在今天的分享 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面具放下 在这边我们就走入对方的内心一下 OK,那么我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本身是三个小生意的创办人 我有一间homestate在罗佛州 那如果大家有过来游玩的话 可以过来找我一下 那么我本身也是一个 Hannah Hepburn义人公司的创办人 本身目前也是一个life coach 那我分享一下 我在平时做工时候的一些照片 那么这一个是我在新加坡 拿了两个企业奖 在今年1月的时候 那第二张照片就是我在 两年前参加这一个 马来西亚世界旅游小姐 荣华第五名 然后第三张照片就是我跟王明志 一起出席这个Styling Entertainment的 这个开幕典礼 第四张照片就是我携带我的模特 一起出席这个金环奖 然后我们就会支持一些本地外国的 一些电影制作 然后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我站在舞台上 跟我的一些模特儿一起展示 就是Client的一些服饰 那这基本上都是我平时工作的样子 也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然后等于这些就是 平时出席以外的一些小照片等 然后这一个是我在短短的四年内 里面上的一些报章 这个是关于我之前去参加选美的 然后那一个是关于我的名书 然后这个就是王特艺人公司的一些 追踪 那么看事很光鲜 但我想知道 在任何你们的这一个脑海中 有没有散过一时 有没有散过这一个字 受害者 有吗 举手一下 大胆的举手 有吗 对 其实你不孤单 其实字在我人生中 跟着了我13到15年的历史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 由于症患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那时候我刚开始发现我由于症的时候 我几乎是大概10岁左右 我发现我跟同年龄的小孩子比较不一样 我很容易就着急 很容易就想哭 很容易就想发脾气 对于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耐性 那么在15岁的时候 我就有了第一次的自杀念头 那个真的就是我噩梦的开始 从那一次开始呢 你说的自杀念头 我几乎有几千次在十多年的这个前半段来说 他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关 然后第二关呢 我几乎差点杀了我自己最自爱的亲人 那么第三关就是我差点变成疯子 就是所谓的无法思考的那一种疯子 那在这些十多年的过程真的不容易 那我是怎么样的走出来呢 这个是我在之前今年的六月 我上了这个新宗日报马尸利的一个报导 他们做了一个采访 关于我如何打败这个大黑狗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之后可以在私底下发令给大家看看一下 我想问一下大家 其实什么是生命 有谁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开始抱怨 像刚刚我们上一位讲者 他也是有说 现在人都很爱抱怨 很容易就不满现状 很不开心 做着自己不爱做的事情 给了自己一大堆的借口 但是其实你知道生命有多么的感染吗 来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现场做一个实业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来 那我估计一下现场观众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人 我们就拿一个二十多岁人来做例子好了 来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把手机打一个二十千 二十千 两万 两万 打两万 好了吗 好了 OK 好我们解一个八千 解八千好了 举手一下 今天这八千日子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花在工作时间上 我们为了工作 为了好的生活 为了要有一个好的生活 我们就很迈密的做工 所以在这八千日子我们先给工作 来我们再解一个三千 这三千日子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到处旅行 做工难免也会很累嘛 那我们就去旅行看看一下 中协身心 那我们再解一个三千 这个时候你病倒了 你做工太劳累 你没有照顾好自己 你就一直盲目的工作 没有注重健康 所以你病倒了 再解一个三千 这时候你陪伴你的身边亲爱的家人朋友 再解一个三千 这个时候呢 你躺在床上什么都没有做 除了抱怨 除了看不好自己 除了不爱惜自己 就是躺在那边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跟自己说 我完了 我完了 我这一生就完了 这样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我想问一下 在剩下的这个时间内 你有没有做你最真正要做的事情 最喜欢做的事情 有吗 如果没有了解 从现在开始 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有吗 不要浪费生命 生命真的非常短暂 我是因为重视到 我了解到生命的重要性之后呢 我开始跟我自说 我一定要重振 我一定要突破自我 为什么会有突破的念头 因为有太多的不耐烦啊 抱怨啊 放弃啊 太多的废人自演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但我已经完全忍无可忍了 很多的糟糕 很多的黑暗 很多的空白 包括折磨 身心灵的折磨 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我过字说 我一定要开始接受我自己 其实接受这个过程 听起来很简单 你要想一下 你本身本来是一张板子 但是在那过程中 有一个很大的目点在中间 你用什么东西擦拥掉 你看上去又很爱 就是那种感觉 我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 是一个非常严重 忧郁症化 直到有一天 我realize 一个东西就是 我没有接受 我不可能改变 所以我学自己接受 我接受自己不完美的那一点 我耐心的对待我自己 尝试了解我是谁 在了解过程 我也尝试了解 什么是忧郁症 因为当你了解自己 跟敌人的同时 你才可以对症下样 就好像你去打仗一样 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能力 跟对方的能力 你才可以从那一边 对他打他 在这个过程 我爱惜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在太多次的 排排在这个鬼门瓜 太多次了之后 我终于领悟到 原来生命 是不应该这样被浪费的 我开始信任自己 我开始说服自己 我开始坚持做我要做东西 我开始战斗 在这个过程中 分享一下 我来之前的三个礼拜 我在芬兰都旅游一下 那我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去看他们的博物馆 因为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 每一次都让我 有一个心觉说 其实以前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是自己的勇士 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很糟糕 你知道吗 他们每一天就是要 活在恐惧中 完全没有一个 就是很足够的 这个生活条件 他们每一天就是要 保持着一个动智在那边 分分钟很多人 可能就是这样杀你 所以你每一天都很警惕 自己说 我不能够松懈 我不能够松懈 我就是要成个勇者 这个东西让我想到 我十多年以来 勇者的这个精神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每一次被打败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说 我不能被打败 你要知道 在说服自己的过程中 是非常痛苦的 当你很想死 可是你跟自说 我不能死 很想死 我不能死 既然你不能死 要怎么办 突破啊 对我就去突破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样的看图你们的这个 智常生活 很多人可以带着一个被俘虏 或者是那一个光景艰难的那种心态 去看待自己的生活 这样同样的 你得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生活啊 但是如果你转换了你的心态 把你的这个模式 换去一个勇士身份 去过你的生活的话 你觉得你会过到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 这是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日本攻打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就逃到了马来西亚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会远 是不是要相处 开始了解一下对方的文化 对方的这个风土人情 你才可以融入进去 适应当地的生活呢 这个就是跟之前我们的一个 前辈做的事情一样 他们就尝试的适应 尝试的了解了当地的文化 他们就开始学习合物共存 一起共存 这个就是在我们 市场生活中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 往往很多人会有一个labeling 看的啦 你看别人不顺眼 其实不是别人不顺眼 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所以我每次忙忙跟人家说 不要去比较 因为每一个人的自己 每一个自己都是那么的特别 你做到的东西未必别人做得到 别人做到东西你可能做不到 但是都不要行 你只要知道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你自己是谁 那个就已经很足够了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去比较 我刚才share这么多的分享在前面 也不是要让你说 enna就是很厉害 不是 我是只要给你知道说 我是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化 so what 我也可以一样find back我要的生活 我也可以一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曾经十多年像个狗熊 像我今年不像个狗熊了 我突破了 而这个就是我的成长 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过你的生活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自己 永远都不坚持 那么在这边有一些 是我在经历过后呢 所拿到的一些真理 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呢很多时候都会去掌控 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东西 其实是错误的齁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掌控能力以内 我们可以掌控到的东西 这样子你才会示范功倍 就好像for example 给你们两个一个思维 早上你迟到了 你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就是说 啊怎么怎么怎么迟到了 然后就跑了 然后就创到那个水宝翻了 你又骂骂一下 然后就赶着出去 啊我没拿到那个发 然后就跑回来拿发 然后出去的时候创车了 那第二个思维 你也知道你迟到了 啊迟到了 等一下给我想一下 啊五分钟给我想一下怎么样 更快去到了 这样我想问一下你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哪一个方式会让你的生活更加有效 更加的有动力呢 第二个 所以心态跟思维很重要 心态跟思维决定人的一切 还有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没有人可以吹评它 唯有你 命运就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很多人喜欢把那个驾驶案 放给人家 想像一下你现在在驾车 你是那一个司机嘛 对吗 这边就坐着一个乘客 可是你没有架你的那个盘 你叫那个乘客 你帮我扶一下一个盘 这样我想问一下 你的路会去到哪里呢 是向前去 是弯弯曲曲的 还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那个方向在哪里 答案是你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让你的生活给别人驾驶了 而不是你自己去驾驭你自己的生活 那我想问一下 谁会最清楚自己呢 没有人 只有你自己 要永远记者 生活是自己的 生活是自己的责任 没有人 有应该的责任去负责我们的生活 而我们才是最有能力跟应该去负责自己的生活的人 那最后一个生活是品 人是指引 如何有一个品质的生活呢 拒绝于一个人的动态、体态与心态 在这边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无论你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问题都好 它都只是一个暂时的 它不会是一个很长久的东西 即使你现在没有钱 就努力一点啊 去学一些你不懂的技巧 去谦虚一点、谦卑一点去跟别人学习 那你有可能成功一天啊 但是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时间的快慢 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惜自己 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多大困难 不管你在生活中有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它都是让你成长的一部分而设的 你要永远像个永世一样 跌倒了再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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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尤其是你们是年轻人 我们是国家未来的动良 你们可以跌倒 你们可以累 但是你们一定要为自己站起来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今天呢 有要求一下 说可以给我多五分钟时间吗 因为我也很难得来这边分享 平时都在马来西亚分享比较多 之后也可能会去Estonia分享 那么我希望 诶,今天难得来到了 那我希望如果当中有朋友 因为我刚才听了几个故事的 所以我没有认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发问 你可以先来问我 我可以给你一些忠告 或者一些建设性的东西 对 有吗 有问题吗 不用害羞喔 我希望你们可以诚实的面对你们自己 对 没有人是loser 也没有人就是一定是最好的 那我们来到这边了 就是要谈开心 跟大家一起分享 学习交流 所以不要觉得很尴尬还是什么东西 有吗 有吗 有没有 有没有 要发问的 有吗 那因为我听到很多故事 关于忧郁症的 那我竟然这么辛苦的走了过来 我也不希望你们重复 我的这一个阶段 可以请教一下吗 可以啊 酗酒是不是等于忧郁症 酗酒不一定是等于忧郁症 但是过度的酗酒呢 会导致忧郁症 久而久之 因为很多人呢 他是当下可能一时的伤心 我就喝一下酒忘记了 第二天睡觉醒来就忘记了 可是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习惯了 当时如果这个东西变成习惯的时候 你内心的垃圾是没有被清除的 但反而呢 他会业绩越多业绩越多 这个酒的之后 他就变成心灵病了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 在解决问题之前 一直去酗酒 让自己消愁 暂时的消愁 以其你要暂时的话呢 他会给你很长期的痛苦 不如短暂的痛苦吧 对 这个是我想给你的总告 还有吗 还有吗 感觉大家都很严肃 怎么了 你们都还好吗 各位 我们知道 其实你们在生活中 害羞 对对对 在生活中其实可能很多时候 都是上少下下 心情起伏 上到像Lori Kost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这个是生活 活生生的生 所以你才可以体验到 什么是酸甜苦辣 你才知道什么是快乐 如果你连哭都没有突破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快乐呢 所以这个 想发问 发问 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 都有很多的捆绑 对 那我们当然 其实我们应该 会知道自己 想要去做一些突破 或者说想要勇敢做自己 应该有的样子 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可能 可能 有一点动力 例如说今天听了银行 有点动力 开始说有点动力 但是要怎么样 持续的告诉自己 说 让他自己那个 心理的力量一直涌上来 这样子 这跟坚持度有关 其实我会鼓励你每一天 早上 开那个Motivational的video 就是那个激励video 5到10分钟每一天 你要知道 心灵干净度 是要每一天保持的 不是等到十年过后 二十年过后 你才来找我说 我想要透露至少怎么办 那个时候 我到时候要帮你 可能都已经很难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Maintainance 你去洗车 去抹镜子 去清理你的那个油缸 是一样的道理 就像你去潜水 那样 带着那个东西 你下到去一定的深度 它就会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你的心理程度有关 每一天灌输自己说 你要保持一个正能量 告诉你自己说 你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你越不想做的时候 就逼你自己去做 人就是要在逆境中成正 越不想做 越去做 越怕的东西 越去做 当挑战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有信心 对 这个就是一个训练 好 如果没有 要怎么帮助不开心的人 OK 要怎么帮助不开心的人 其实我们不能够去感悲一个 不愿意感悲的人 但是相对的 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的感染力 影响他们 就如果你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旁边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可是你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是用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他卷了卷了 其实会被感染的 那么这个同时 其实你去感染他的同时 如果你自己的正能量都不够 你会被他影响成为负能量的人 所以在这同时呢 你也要保持正能量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做东西五到十分钟 一天不会很多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 给自己一些reflection 给自己一些自我对话的时间 五分钟十分钟去冥想一下 你今天所做的所有好的事情 值得的开心微笑的事情 有什么 给你自己一个定律 去每一天做这个东西 久而久之 你就会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呵呵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到此为止 然后谢谢张妮邀请 谢谢Crosspoint 又有一个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 高兴认识大家 好,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四位 谢谢 谢谢 谢谢